接下来要请教是玉佩老师 我们说到夫妻弹琴 伤感情 到底有什么样的风水小秘法 可以帮助我们招财又妄夫妄家 很多都忘给老公 好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呢 叫做家和万事兴 所以一个家庭当中 如果经常性的吵吵闹闹 不仅是家宰不宁 而且感情都会炒蛋了 所以在老师呢 这个公开这个密法之前呢 我们先要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到底有哪些风水会造成家人失和 还有落财 真的真的 那老师整理出来呢 一共有三个状况的风水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破财 跟家庭失和的状况 第一个呢叫做背后无靠 看到了没有 沙发后面呢就是一排的窗户 它会有什么状况 设桃花设柚 然后老公不回家 因为呢在风水来讲呢 客厅是一个整个家庭的心脏所在 而沙发呢却是客厅的灵魂 如果沙发它后面没有靠的话 就代表的 等于说男主人失靠啦 那客厅当中呢 其实是整个家庭聚集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它整个窗户来讲 它好像是个眼睛 窗户的外面呢 它就是一片花花世界 那老公呢他就是经不起外面 花花世界的诱惑 所以他经常性的他就不愿意回家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化解这个外面的这个煞气 让老公呢时间到了他就愿意来回家 这是第一个要来化解的 第二个呢是门冲床 门冲床会造成什么状况呢 疑神疑鬼争执不断 尤其是主卧房 主卧房就是夫妻两个人休息的地方嘛 这个门呢一打开门就看到床 门的煞气就进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睡在上面的人 尤其靠近床那边的那个人 他会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人就会变得很神经质 很疑神疑鬼 动不动呢就会为了一些小事情呢起争执 吵着吵着吵久了呢 整个卧房里面呢就充满了一些暴力之气 所以这个我们也必须要来化解 那再来一个呢不利于的风水 就是梳妆台压梁 这个有很多女生都会忽略掉 所以呢你抬头去看一看 你的梳妆台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梁 因为呢在风水来讲呢 梳妆台就是女人的财库哦 那如果卧房的梳妆台上面有一个梁 象征着女生第一个 要不然就是你的财库是空的 要不然就是你的钱呢来得都很辛苦 就像刚刚两位所说的 跟老公要钱要得好辛苦 有个女生更要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呢 甚至于还有些女生啊 私房钱藏不住 好不容易有点私房钱呢 就被老公给掏空了哦 所以呢让女主人对于钱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有负担 而且呢经常性的荷包空空 可是风水已经是这个样子 我们如何去化解它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哦 我们要化解它呢 要促进家庭的这个风水的运呢 其实我们只要用开运 抱枕就可以了哦 好 像独林手上拿的哦 这个开运抱枕呢 它的图案很重要 它有元素 开运的元素在里头的 像独林手上拿的呢 这个呢是金砖的抱枕 金砖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客厅 那它象征的是什么呢 因为金砖它本身就有 守财库的一个功效 摆在沙发上面呢 就代表你黄金进满屋 让你坐在金山 银山上面 你的钱从天上来是用不完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图案 是要有金鸡蛋的抱枕 金鸡蛋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床库上面 好可喔 这好可喔 放在卧房的床库上面 因为金蛋它有一种叫做生生不息 不仅是人丁的生生不息 其实它也代表是钱财的一个生生不息 让这个女主人大赚什么赠财运 所以我们可以在卧房上面放金砖 那还有哪里呢 还有一个金币的图腾 我们可以放在哪里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放在女生的 梳妆台的椅植上面 因为都都是女生的啦 拿走 拿走 金砖送你 就像刚刚有说嘛 梳妆台是女生的一个财物 那我们把金币给你 我喜欢钱 把钱当命 这个金币呢 它就象征着 其实不仅是钱财 也代表你的贵人缘啦 那你一天到晚就是化妆的时候 你住在金币上面呢 钱财也是它很绵绵不绝的 不管是偏财也好 暗财也好呢 它能够巩固你的钱财 所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如果要化解暴力之气 要化解破财 这三个抱枕是必备的 其实它除了在 我刚刚说的这个什么 客厅的放金砖啦 床铺放蛋啦 那个梳妆台的椅子上面放金币 我们可以把这三个抱枕 同时放在沙发 客厅的沙发上面 因为它是让我们整个家人的财运 钱财来了 生生不息 暴力之气也化解了 这么简单的开运方法 为什么不做呢 当然要做咯 但是解译了 好